那我們現在展示Wi-Fi的部分 那我們由手機遠端來操控 我們可以看到 城邦太陽能熱棒展示間 那我們裡面總共有兩個APP 那第一個部分是展示溫控 那它是ON的狀態 第二個部分是功率分析 那我們先點入溫控 我們可以看到裡面的溫度 31度 一樣的我們可以按開跟關 在遠端按開跟關 那我們這邊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到AUTO 就是我們溫控 溫度自動控制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設定schedule 然後我們可以增加它的時段 那時間幾小時 我們可以重複的部分 那第二個 那Timer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設定 也是一樣 幾小時 幾分鐘 開跟關的部分 再來是迴圈 Loop迴圈 那這是溫控 那溫控的話 我們可以設定的是電熱 還有熱棒的部分 另外我們看到第二個APP是功率分析 那我們可以在原端看到它的瓦數 功率 耗電量 還有它的電流 以及它的電壓 那同樣我們也可以 在原端 開跟關 強制開關它的熱棒的部分 那這是它的累積電量 那累積電量的部分的話 我們看到了說 17 18 19 20號我們有讓它啟動過 這是它的累積功率 可以看到累積功率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累積電量 就是我們當下的時間 我們可以去看它的狀態 那 例如說我們現在啟動它 如果它有啟動有功率的話 它就會開始計算 那計算的部分的話 例如說我們大部分都會走一個小時 來瞭解它整個經過 那瞭解了以後 我們就看它的功率 那我們去分析說 它現在的基礎是好還是不好 我們可以在原端分析 去查修它的狀態 是否是要保養 還是正常的狀態 那同樣它也是可以設定時間的部分 以及回圈 那這整體就是它Wi-Fi的功率 那APP的部分的話 我們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功能 是開關的功能 它可以去呼叫美棒 美棒 就是說我們美棒 如果時間到了 它會自動呼叫 不要說要換保養 因為如果不換的話 隨時會變差 然後會影響我們內桶的狀態 還有直熱管的狀態 那這個部分的話 都有納入進來 這是我們整體Wi-Fi的一個功能 介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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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